3月3日科考人员即将进入天坑探险 记者从广西河池市东南县了解到 中国和来自法国的科考专家近日围绕东南的地质资源开展了首次联合科考活动 探测地下洞穴长达16.5公里 发现一座深度超过400米的天坑为国内罕见 此次中法联合科考队队长 法国洞穴探险联盟协会秘书长让波塔西介绍说 历时8天中法科考人员联合对东南县境内的五转镇四猛乡 兰木乡等地的12个洞穴天坑进行了科学探测活动 科考探险队发现东南县的地下洞穴不仅地质构造复杂 地下核资源丰富一些洞穴相通形成廊道景观 洞穴内还不法造型各异的中乳石流水瀑布湖泊等 在探险过程中科考人员发现了蝙蝠百花蛇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紫色金线疤 以及不知名的多脊柱动物和花朵等动植物 并且首次在广西境内发现洞穴生物不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